大家好,今天用红薯叶来给大家做一道新颖的美食 不炒,不煮,上桌营养美味,给肉也不换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买了一把两块钱的红薯叶 我们把只要取这个嫩的叶子 像这个红薯梗可以用酸辣椒来炒,也很开胃的 红薯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 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等 适当的吃一些红薯叶呢,可以很好的补充对身体有益的营养素 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 红薯叶全部摘好,放到一个大盆里 加入一勺食盐 倒入多一点的清水,没够红薯叶 用盐水来浸泡红薯叶,能够很好的杀菌消毒 去除一些杂质的同时,如果有酵虫子的话 也会异味浓度的盐水,可自动跑出来 先这样放在一边浸泡10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来准备一些配料 一节大葱,先切成长条 然后再切成葱花 切好中叠备用 再来一个青椒切碎 不吃辣的也可以不放 青椒切碎和葱花装在一起 然后来一把花生米 用瓶子把花生米碾碎 花先用瓶子碾开后 再用菜刀剁碎一点 花生剁碎,装碟备用 红薯叶浸泡的时间到了 下手一片一片的把红薯叶清洗干净 红薯叶洗好 放在瓶子里面 稍微浴干一点水分 然后把红薯叶放在案板上 用菜刀稍微的切碎一点 红薯叶切好 中的一个大盘中 倒上两勺食用油 用筷子拌匀 先用油来拌匀红薯叶 整个很好都锁住 红薯叶的水分营养不流失 并且在加热的过程中 也不容易变色发黑 像这样子拌匀就可以了 加入食盐调味 小许的食盐香增加 然后打入一个鸡蛋增加营养 把刚刚准备好的 辣椒、葱花、花生米一起倒进来 用筷子搅拌均匀 像现在这样子拌匀就行 然后往红薯叶里边 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先加三勺 用筷子拌匀 少量多次的加 能够更好地掌握菜糊的粘稠度 再第二次加入三勺面粉 继续拌匀 最后调成一个像这样成团 它是偏软的菜团子 准备一个蒸屉 准备一个蒸屉 上面放上笼布 或者是像我这样铺上一层油纸防粘 手上沾一点水或者是刷点食用油防粘 然后揪一团这个红薯叶菜团子 放在手心里面揉圆 最后揉成一个圆滚滚的 像乒乓球大球的一样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菜团子都这样子团成小圆球 把菜团子放到蒸屉上面 起锅把水烧开 把蒸笼放上来 蒸红薯叶菜团子一定要开水上锅 这样蒸出来颜色才不会发黑 盖上盖子大火蒸15分钟 趁着时间整个一个料汁 碗里面加入蒜末辣椒 加一点盐 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香油 少许白糖 用筷子搅搅匀 这料汁就备好了 红薯菜团子 甚至时间到关火 打开盖子 菜团子的颜色看起来非常的翠绿又软 现在我们把菜团子一个个的夹出来 菜团子中盘之后把刚刚调好的料汁放在中间 吃的时候菜团子蘸着料汁吃 非常的鲜软鲜香 有主食有菜有蛋 营养丰富又好吃 喜欢吃红薯叶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做法 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